本周第二本书呢 我们要看到的是这个如何在赢者全拿的职场中生存 这个书看起来好像是给这个年轻人啊 这个看了一个这种什么职业的书 一般来讲呢 我不大喜欢看这种书啊 这个作者叫Neal Irving 他有个副标题 掌握被需要的跨域能力 分析最适值能打造专属的生涯策略啊 这个最适值能 这个副标题其实掌握了这本书的主题 那这个出版社呢 是非常好的出版社 天下在三月才出版了这么的一本书 这个作者呢 我本来是不认识啊 但是呢 他本身呢 是一个记者 记者的话 有一个特色 特别是他是大家 你看到他是大报的记者 全美国两个最大的大报 他都做过 那这个这个 还有这个英国的泰晤士报 所以他是纽约时报 华顺顿邮报 这个美国两个最最好的这个报纸 所以他的这个文笔啊 是非常的好的啊 那么他在这个英国的这个泰晤士报呢 也是网站的 共同的这个创办人 那他这个书里面呢 讲的很重要的一个点 我觉得这个 当然在很多之前 我的这个 这个这个不同介绍的书里面 也有讲到 就是一个跨领域的高沟通者 你可以说啊 你是要一个斜杠人生 我自己可以说是一个这样子的人啊 就是说我对于这个 我虽然是一个金融家 但大家看到现在我在做这个 这个像一个网红一样的节目 那我另外呢 也有做数位转型啊 这一方面的这个顾问啊 那所以呢 这个是一个跨领域 那这个作者呢 他也提到了 就是说是在不同领域 你假如说有跨领域啊 就是说这个是很厉害的 他说组织需要 你在两个领域以上 有足够能力的人 所以你如果能够跨到三个领域的话 那你的这个价值啊 是不得了的 那他所以 那他就是提到了每一个人呢 就是说是你要把自己的能力做个组合 看到市场未来需要做什么 然后你把它这个打造一个 这个能力组合 打造一个portfolio 那如果你是一个年轻人 你在规划你的这个生涯的这个时候呢 你要怎么去投资 那这个作者他提到的 就是说你的生涯不是在这个线性的一路爬升 而是要有一个生涯的网络啊 就是说是 你你你 你就像一个格子一样 你你你在这个里面呢 有从这里跑到另外一个格子 跑到另外一个格子 主要的目的呢 是培养不同的这个经验 那就说是这个 那不要将生涯步骤 视为可以预先规划 依序串联的工作啊 就是说你最重要的是 什么样子的工作经验 我跟各位报道 我我以前的话呢 是在美国工作 后来到台湾 台湾1994年的时候 到中国大陆工作 后来1994年调到香港 那么我到后来到这个98年的时候 我在金融领域转到创投 那我转到2000年之后呢 我转到这个台湾的公司 所以你要一个人呢 你要自己呢 有有有系统的培养你在 不同领域的专这个经验 我并不是鼓励各位要跳槽 但是你有经验的多样性啊 跨地域跨领域是很重要的 这作者呢 他提到了每一个人呢 都要有一个管理经济学 那他讲说你是一个主管 如果你要有这个员工 有更多的这个生产力的话呢 就是你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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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让他有很多的这个经验 而且你要把不同经验的人呢 组织起来 那他提到了一个赢家权啊 这也是本书的这个书名啊 就他说你如果你用到最好的人呢 就说你你就能够最顶尖的人啊 就说是事实上 你就能获利最高 但最近顶尖的这些的人的时候 他自己的爬升的并不是一个线性啊 就是我从这个经理爬到鞋里 鞋里爬到副总 副总爬到这个总经理 你要看到这个未来呢 就是每一个人他都要有 有这些不同的这个经验 所以呢他说啊 就是说要投资的那人呢 你如果在选择这个 你累积你的经验的时候 你要像投资股票一样 你要diversify 你要分散啊 所以你要在不同类型的公司中间 做出妥协 那里面有不同的公司 有一种是很大型的公司 获利很稳定 那比如说有获利的明星公司 这就像台积电了 那另外呢 也有些新创公司啊 这个可能会令你不安 但是可以让你呢 跳脱自我的界限 我第一次创业 个人的话是在2000年 20年前的时候 那我第二次创业是在这个2010年 我之前的最早的14年 是在大公司 那后来又在本国的公司 所以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 特国 那我现在是自己创业 也做了11年 所以我特别有感觉 就是每一个人呢 我觉得说你要在你的一辈子的 职业之中 累积不同的经验 你可能有外商的经验 你有本国的经验 你有这个自己创业的经验 你有大公司的经验 你有这个小公司的经验 为什么推荐这本书呢 就是因为呢 呃 成为这个作者所说啊 每一个人都希望啊 要必须要成为一个 就是能够整合不同技术 技能与资源的这个人啊 这是我 我觉得这个这本书里面 最重要的这个这个一点啊 你要不断的这个累积啊 多种的这个经验 你的身价呢 会提升 这是这本书的这个作者呢 他的有什么好的 就是他的文笔 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他用了很多这个这个实力啊 所以这这本书如果说 你是一个年轻人 如果你对于你的未来质押 是有这个兴趣的话 那我我向你推荐这本书啊 这个winners take it all 我希望你能够累积出来 更有价值的经验 那我们下轻人